这是人间第一强者剑圣柳白 他凝聚半生剑道所得剑义 虚化成了一把剑 随手轻弹散落剑义 飘然落于纸面 尽数凝聚于笔墨之间化作一道强大剑义 把这把剑交给叶红鱼 师尊 这 若叶红鱼真的误了您的剑义 日后成长起来 请不要宠我剑阁大敌 那该如何是好 才觉老二借了把剑给一清 我就借把剑给叶红鱼 传令下去 从今日起 我剑阁和裁爵丝决裂 究竟何以能让柳白如此震怒 正是他的弟弟刘异青 受到西林裁爵丝挑唆 与宁缺一战被亮瞎双眼 这对于剑阁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罗 所以他要借鉴给叶红鱼杀裁爵 而叶红鱼自从在魔宗山门 使用道门秘法强行从致命跺进洞悬之后 回到西林之后威望尽失 不但遭受了裁爵养的狗 罗帕迪的轻视 又受到裁爵神官逼逼歪歪的一顿污辱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骄傲的叶红鱼吗 不是 本座以前 转意不跪 是因为你强大 但是此刻 你必须跪 而且要跪得比别人 更加恭敬与前程 叶红鱼从人人敬仰的道吃 裁爵大思作跌落至人生谷底 受尽了屈辱 不过这条美鱼在小编心中 依然是完美无缺 直到叶红鱼收到柳白的这把剑 使海顿时被一股力量 吸入到了一个空鸣无垠的世界 看到柳白毫无保留的施展大和剑义 挥出一道剑义犹如滔滔大火 绵绵不断奔流不息 仅凭着这一道剑义 就足以让叶红鱼一剑刺侠 正在逼他下架的罗帕迪狗眼 我要让你在这世界里 受到永世的责务 叶红鱼虽然是万法自然的道吃 一时之间 也不能够完全领悟全部剑义 于是他来到燕鸣湖畔找到了宁缺 自从他在魔宗山门被饕铁咬伤之后 宁缺与他不计前嫌 没有趁机将他杀死 反而为他处理伤口救他一命 从此他便对宁缺暗生思思情愫 两人关系也是相互微妙 无法形容与定论 两人相逢之后 并将柳白剑义借给宁缺参悟 当宁缺看到这股剑义时 仿若柳白清零展现 挥出一道道剑义 不断冲刷着宁缺的诗海 之后两人每天互相切脱交流 不断进行实战练习 能在战斗中求到 也是叶红瑜坚持的追求 短短数日 两人境界突飞猛进 都将看到致命门槛 直至半年之后 叶红瑜再次回到陶山 挑战裁决大神官墨浴重踏之命 来战 收剑吧 我可以原谅你的愚蠢 可是我 不是一个宽容的人 西林裁决司千年以来传承规矩 就是杀掉上一任裁决大神官 便可替代其位 此时此刻 而叶红瑜已经在突破致命境界的边缘 心中的打算 就是借助与裁决一战而破镜 正当裁决大神官再次袭来之时 果不其然 叶红瑜体内破镜的强大念力突然爆发 腾空而起 从动旋境界从回致命 破镜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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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